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有些人为什么可以活得轻松自在 开开心心 有些人仇眉苦脸 永远都放不下 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 因为活得轻松自在的人 是懂得释怀 什么叫释怀呢 其实所谓的释怀 就是我们不再忌恨 伤过我们的人 我们不再抱怨 曾经过去的不愉快事情 我们不再糾纤失去了的情感 不要再强求别人对你的爱 色惑其实不是那么难 只要忘记怨恨 不要想着要报复他人 将以往不好的事情 封存了它 不要留恋 不要将烦恼背在身上 放下它 疏到不好的情绪 不要发怒 其实人 我们一定要学会释怀 释怀 其实就是原谅别人 也就是解脱自己 只有学会释怀 我们才能够轻松地过日子 才能够开心心地活下去 因为我们活得很累 为什么呢 最大原因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事情 有些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有些事我们是力不从心的 得不到我们不甘心 失去了 整天就惊怀着 时间长了 你胡思乱想 你就会伤神的了 念念不忘 你是伤心 感情不能全部都圆满的 生活不能全部都是美好的 换个角度看看吧 风雨对我们是考验 坎坷是挑战 遗憾是警示 失去是一种纪念 想通了就不难过的了 就释怀的了 那你就不会痛苦的了 人一定要学会释怀 和悲伤的过去告别 展望美好的将来 把握现在活在当下 我们一定要学会大度 原谅别人的过失 包容别人的过错 我们的心放宽 那就不会抱怨 事情看淡 那就少了负担了 学会释怀 和往事揮手告别 和悲伤 说声再见 放下我们 整天都要牵挂住的 忘记了已经失去了 怎样做最好呢 守住一个安静的心 做一个简单的人 不计较 不抱怨 不要伤感 那就过好你的余下 每一天了 所以朋友 大家都会说 你说就容易 做很难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知难而不幸的 只要你助言起行 每日做一点 每日一点 你就慢慢可以 完全释怀了 做与不做 是似乎你自己的 希望大家朋友 慢慢都会 完全放下 完全释怀 过好你每一天 然后够知能 现在我们不可行 现在我们不可行 我们不可行 感谢观看